得獎者是陳子雄 劇情組影片首獎得主 從中家集團台北系統台 總經理徐學林守中 接下獎盃與3萬元獎金 台北市公眾頻道協會 舉辦112年台北遊影CH3 影片比賽頒獎典禮 今年首次分為非劇情組 與劇情組影片爭件 總共有117件作品參賽 其中劇情組25件 非劇情組89件 社區大學獎57件 以及公民投入獎114件 其實我是香港人來這邊讀書 然後看到這個比賽就覺得 它的主題是台北 然後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因為生活在台北 我是一個外國人的身份 其實會看到很多不一樣 新鮮的東西 而且這個比賽其實非常有意義 因為它其實是一樣 啟發大家對台北的感覺 然後可以創作更多的故事 這樣子 其實我的作品故事是想說 很多人都說台北 就是想到台北旅行的話 都想到去外國旅行 但大部分人沒有想到 其實旅行更多是一種 性的性態上的調整 只要你的性態說 有願意去想到身邊不同的事情的話 其實你去不同的地方 也可以是一種旅行 就想要介紹給大家 然後在現場有訪問一些在觀展的民眾 那你覺得還滿有趣 就是以一個比較類似記者的角度去採訪那些民眾 就還滿有趣 那得獎的話當然很開心 因為其實這個獎項獎金還滿多的 對所以就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可以不僅在公用頻道播出 然後也有一個自己的影片的成果 有被看到的感覺 我這一次頒獎年裡覺得好感動 一方面是參與的建數增加了 然後第二個事情是 我們這一次跟台北市社區大學結盟 這12個白眼團隊都呈現出市民的活力 那把這個頻道公眾盡用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我覺得我們台北市社區頻道 就是要做這樣一個平台 提供給所有的市民朋友 不管展現才藝發表意見 我覺得都很好 明年我們會努力繼續辦下去 讓更多人可以使用 公共頻道其實大家不要太過的緊張 它的門檻滿低的 譬如說阿公阿嬤你用照片拍起來 去日本櫻花之旅 把它結合成換成片可以播的 阿嬤菜足得很好 用三個鏡頭介紹你的便當怎麼做的 也可以 我想我們就是在這邊 只要符合公益性 這個異文性 另外就是這個教育性 我們都歡迎你投稿到公共頻道 把你的知識 把你的快樂 把你的才藝分享給我們 那我們來學習 小美的笑容 去高級 今年頒獎典禮一大亮點 是公共頻道與台北市社區大學結盟 除了新設社區大學獎的獎項之外 台北市十三所社區大學都派出演出團隊 在頒獎典禮中帶來精彩的表演節目 第一個事情是希望社區大學的影片 學生的作品課程的作品可以投稿到公共頻道 因為我們知道每個社大其實都有開攝影課 都有開短片課 我們會希望這些作品不要只有在教室裡面放一放 投稿到我們的頻道裡面讓大家來欣賞 那第二個事情是我們將來每次的記者會 頒獎典禮的表演項目 我們都會邀請社區大學的表演團隊 來做我們的表演嘉賓 讓大家知道禁用才藝 也是發揮你自己的禁用精神 剛剛的非洲舞真的讓我非常震撼 非常非常棒 我剛剛說可能我退休之後 我一定要報名參加那個非洲舞 我也謝謝各位的參與 那有興電視其實大家要記得 我們還是在地的火處兵 那第三頻道是屬於大家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再呼籲一下 大家都可以把你精彩的影片 提供到我們有興電視系統 那我們就會幫您在電視上播出 我知道現在網路很發達 但是在網路上看到自己 跟在電視上看到自己 我覺得還是有差異 你在電視上讓大家感覺更有明星架勢 台北市公共頻道協會 理事長王雅薇表示 公用頻道提供公民 以影音作品禁用 頒獎典禮的舞台 也提供非專業的公民團體 作為表現才藝的場所 不僅彰顯禁用精神 也希望公共頻道的資源 能以各種形式 讓更多的市民來使用 記者李奇惠 台北報導